主席會覺得在野市立不團結的話 就是保送賴清的嗎 傳道橋頭自然子嘛 大家再跑一兩個月看看局勢變化 還是那句話啦 其實政治人物也是被民意驅動 為什麼說有你的政治幕僚很差 就我所知啦 金普通加入侯市長的競選團隊嘛 有加温有扣分 因為也許文宣變得比較厲害 但是這個金普通以前實在是得罪太多人了 所以變成有些因為這樣不肯過來 所以加一分減一分 所以每次說這個真的很像化學的熱殺特例原理 有要規劃要去出訪美國嗎 警察在賴清德的時候 這個有在考慮 大概在什麼時間 就還在想而已 這種東西也沒有 出門一趟也不容易 這個還要聯絡還要幹什麼 所以有必要再去啦 這個我們還在思考 主席那你曾經說 中共五國從金沙大橋登陸就把橋炸掉 這是認真的嗎 不是啦 以前我們說蓋金沙大橋嘛 就一大人講說 喔啊這個是吳三櫃啊 這個製造敵人的通路 我心裡面在想說 這個是完全沒有軍事常識 一條橋要炸掉還不容易 所以為什麼蓋那一條橋就會讓共軍什麼長驅直入金門 我都不想聽有沒有